大家好 家里好长时间没吃会菜了 今天就做一个大会菜和大家分享 我先泡点宽粉条 这宽粉条开水一泡就可以了 我先把洗好的豆角掰一下 土豆改刀 切成轨刀块 南瓜也切成小块 豆腐同样 切成小块 我再吃点蘑菇 蘑菇吃成小朵就可以了 我再切点五花肉 肉片也切好了 我再撕点白菜 这样手撕一下它不破坏营养 帮子掰成小块就可以了 最后再切点葱姜蒜 我还泡了点海带 还有前天炸的酥肉 食材全部准备好了 大家看是不是特别的丰富 时间紧 时间紧 任务重 现在开始兑惠菜 起锅 烧油 油为五成热 将切好的肉片倒入锅中 肉片炒死变车 放入适量的五香粉 再加入葱姜蒜 放入一把干辣椒 把他们一起炒出香味 炒出香味后 倒入适量的老抽 压轻提色 肉里面再加一点面盐 继续大火翻炒 肉片炒死八成熟 倒入掰好的豆椒和切好的葱豆 继续翻炒均匀 豆椒比较难熟 多翻炒上一会儿 已经翻炒了一分钟了 在锅中加入适量的开水 汤汁烧开以后 把豆腐倒到锅中 这个时候不要翻搅 让豆腐多炖一会儿 定一下形 大概兑上个两三分钟 就可以下蘑菇和白菜帮子了 白菜帮子比较厚 多炖一会儿容易入味 南瓜放早了 容易对话 最后再放这个南瓜 把海带和酥肉也放里面 让它慢慢糊涂着 又炖了三分钟了 现在开始调味 这么一大锅菜 我放了三勺盐 用铲子搅一下 把盐搅匀 南瓜已经对得变软了 现在放入化好的粉条 和白菜椰子 白菜椰子特别好熟 轻轻的对一下就可以了 白菜椰子已经对粘了 把它们再搅一下 又兑了隔八分钟 关火 出锅 种类翻多 超级下放的大会菜就做好了 现在的孩子们都比较挑食 就这样满满灯灯的兑上一锅 不仅营养丰富 而且孩子们都爱吃 赶快给家人们做起来吧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